这边所谓的剁罪 大家也有听到剁 如果剁罪的意思是什么 是一定是有受戒的 如果没有 我们大家还记得我们上这根说 剁跟罪或者恶不太一样 剁跟恶是不一样的一件事情 剁是一定是有受过这某一个戒 去犯才会有剁 可是有什么 我们举一个地方什么 是不是我说有罪没剁的是什么 像什么 我们在梦中去杀人 梦中去偷盗 有没有罪 当然有罪 有恶业 我心里在知道这个有恶业 可是什么呢 有些人问说 梦见我去偷东西了 或我梦见我说谎 或我梦见我骂人 这有没有犯戒 我说这什么 这不在智戒的范围里面 因为我们佛陀自戒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人家可以守得住才会智 守不住他智 那个是不是说 把你推入那种罪业的那种坑而已的时候 所以我们真的在戒经的时候 我记得老师跟我们介绍戒经的第一天 他就说什么 佛陀一定是智到我们可以守得 藉才会去智 而如果不能守不住的话 佛陀不会去智这个 所以什么 因为我们初学者在首相戒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说什么 为什么别泄脱戒都是在智 身跟口 他没有说智异业 这什么 因为我们身跟口是可以阻止的 心还没那么的容易 是不是 比较容易是我先从不要 纵使我心里想做 可是我嘴巴 我身体不去做 还比较好控制 如果身体跟嘴巴都没办法控制 你说你要控制你的内心 那不太可能的 那不太可能的 所以所谓的罪跟堕是不太一样